古人说,娶妻若嫌,夫获少矣,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封建迷信,可是社会上,尤其事业有成的男人,家中大多有位贤妻,他们大多是男人事业的好助手,家庭的贤内住,相反,一些事业无成的男人,家里大多有位扫把心式的女人,这样看来,娶个什么样的女人,对男人来说自观重要,好女人可以忘夫,使男人家庭幸福,事业有成, 差女人不但帮助不了男人,还会让男人家庭事业一团招,有的甚至会把男人推向万丈深渊 今天我们就来总结归纳为少把心女人的几个特点,第一,贪婪,虚荣心的女人,这种女人心如蛇蝎,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贪心,但凡事应该适可而止,见好就收,否则一旦放任自留,必然总要酿成大祸 你看那些被查处的贪官,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,受惠的男人,身后大都有个郁郁难平的女人,或是老婆,或是情妇,但不管哪个,都将男人手中的权利变相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他们的贪心不足,终将男人一步步推向牢狱的大门 第二,爱慕虚荣的女人,女人有虚荣心也是可以理解的,过于夜慕虚荣就会影响男人的事业了 女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,时常跟别人比,谁穿得好,谁家房子阔气,车子高档,谁家孩子出国留洋等等 比得过人家,自然战战自习,比不过人家,就心生怨气,有了怨气,自然要杀在自己老公身上 男人都有自尊心,尤其是四野男人,尤其在自己女人面前 久而久之很容易动摇,连结从业,从政信念 为满足妻子的要求,做此不该做的事,虚荣的害处,其实跟贪婪同出一则 第三,招风引蝶的女人,这样的女人一般不会好好的在家相夫教职 经营家庭生活,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这种女人大多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花枝遭攒,拿在家里的钱,在外逍遥,寻欢作乐 说不定哪一天就给你戴顶绿帽子 第四,稀里糊涂,爱人云云云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没脑汁,和她生活在一起经常会误事 这类女人大多没有什么能力,但是但凡需要一点事情就乱了方串 喜欢人云云云,没有一点组间,一点忙帮不上,就知道刷存在感 无关的事情也要掺和一把,而且还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 第五,败家的女人 这类女人有个特点,就是提前消费,这个月把下个月的钱花光 如果娶这样不懂理财的女人,你会很辛苦 有句老话,外面有个赚钱的手,家里有个穿钱的兜 这样一个家庭才能过得红火,日渐苍盛 第六,水性洋花 水性洋花的女人对男人来说绝对是一种灾难 不要天真的认为,她们会为你改变了本性 即便你可以不在乎她的过去,却很难改掉她骨子里的不安分 她们生性,喜新厌旧,喜欢和不同男人勾勾搭搭 以恋床地之欢,娶了这样的女人,你在外面奋斗 她在后院放火,生活一片绿油油